小蘑菇,你很勇敢,夠膽挑戰這麼有名的勇者 大家說這次跟大家試玩的遊戲就是《菇勇者傳說》 是一隻直向玩法的放置遊戲 而且一入遊戲就已經有我們聽慣聽熟的廣東話配音 難道若小無害的菇菇就可以任人哭嗎 沒錯,若小無害的菇菇都可以變強成為勇者 而且玩法非常輕鬆,有空,盡一下燈神就可以變強 對這隻遊戲有興趣可以在這條影片的內容有連結下載 現在就跟大家簡單講一下玩法 其實大家玩的時候都會有廣東話的教學一步一步教大家玩 想提升等級和拿裝備 主要就是靠我們畫面中間的這盞神燈,有空插一下 就可以拿到裝備回來 不要的裝備買了就會有EXP和錢 其實我自己就玩了一會 這個遊戲的玩法就是要盡快升級神燈 升到Lv.6就會解鎖自動拆神燈這個功能 大家會看到神燈的病那裡 掛著牌寫著6字,就代表我升到Lv.6 要怎樣幫它升Lv.就是按一下牌 用遊戲裡面的錢幫它提升就可以了 我自己已經玩到Lv.8,準備將它升到Lv.9 可以看到升了Lv.之後,道具的掉落率是會有變化的 Lv.開始就會有傳奇級的道具掉落 要提升三次,我有四十多萬就夠了 買了 買完之後還需要倒數時間 當然我們可以用一件加速 用加速券,因為遊戲裡面本身都可以拿到很多 鑽石也是,很簡單就重新回來 現在升到Lv.10,終於有機會會掉到一些傳奇的裝備 看我其實現在大部分都是黃色史詩級的 除了稀有道具掉落增加之外 提升Lv.之後還可以解鎖自動點燈的時候 每次點多少盞燈 我現在就是可以一次過點兩盞 因為神燈真的會有很多,用極都用不完 你不開多一點的話 真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用到神燈 神燈可以在放置獎勵裡拿 還可以用這個2小時收益 每天有3次可以拿多一點 順便說進入我們家園,在科技園這裡 提升技能可以更厲害 研究技能都是需要時間的 如果不想看廣告,大家可以按一按右邊 儲值好例這裡 就會有一個免廣告卡 看看大家有沒有需要 又或者我們可以買一些月卡 又或者是終身卡 因為這樣會派多一點神燈,以及其他副本可以打多一點 你的戰力提升就會快很多 一會兒回來又有千多盞神燈 神燈其實有時候打副本我們都可以拿到 例如玩這個特集神燈小偷 現在就打到難度8 他已經死了 太強了 如果要鑽石的話就可以挑戰這個冰龍巢月 就可以拿到鑽石 這裡的玩法就是一共有5版 以過版的形式打完5版就會有獎勵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現在的孤勇者的造型 是根據我打回來的裝備 是會 隨著我穿不同的裝備有不同的造型 我覺得這個是頗細心的 除了打副本還有一些有趣的東西玩 例如我們進入家園這個地方 孤孤莊園是有種種菜的玩法 現在我就開了兩塊田 除了可以種植物之外 其實還可以探訪你的朋友 去偷窄他的農作物 等我種植物就示範給大家看 還有我想升級一下我的建築物 那我的農作物就可以種得快些了 做完準備正式去偷菜 就在畫面最下方中間這個位置 但是現在好像沒有人可以偷 偷不到不要緊 隨便進入一個人 其實我們可以幫朋友 去加速他們的農作物收成時間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像我這樣 幫他加速完之後再偷他的農作物 時間可以偷 就是右上角這塊田 不過我們偷他就要一點時間 因為都要給別人做準備 不是一下子就偷了 看看10分鐘之後他不回來 就可以偷到他的東西 在農場日誌這裡都可以看到我們做過什麼 有沒有被人攻擊過 偷過你的東西 如果有的你都可以去報仇 除了剛才的孤孤莊園之外 還可以進入礦山 這裡就有一個掘礦的玩法 我們需要消耗這個稿 去做礦山裏裡面的礦物 做到的礦石就可以進入科技園這裡 去提升我們的技能 另外還有一個孤孤車位的玩法 不過就要開服日第10天才可以玩得到 除了得意玩法外 跟其他人交流都很重要 看回世界頻道其實都很多人聊天 以及我們都一定要加入家族 除了可以認識朋友之外 最重要是有多些不同的玩法 例如這個土佛屈屈半頭魚 不過我現在不適合時間打不到 我可以挑戰這個熔岩巨獸 在這裡就可以很清楚看到我出招 魔法師的攻擊力其實真的挺高 不過當然HP會比較少 打完之後都很多獎勵 還要同伴都會送一些給我們 讓我順手強化它 還有技能都可以強化一下 技能和同伴就可以在雙點裡面用扭蛋的方法拿回來 我自己習慣就會35抽 因為這樣用的券是比較少一點 然後我們又可以繼續強化同伴 剛剛我說過我正在用魔法師 其實這遊戲有很多不同的職業 給大家看看 一開始我們就是孤勇者 接著就會變成冒險家 我就選了去魔法師這個分支 最後的進化雖然變成人形 不過還是戴著那頂孤孤帽 當然除了法師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職業 不知道大家會喜歡哪一種更多 如果轉職員覺得不喜歡 其實都可以重置職業 抽到好東西又可以加多一點工 其實我們除了剛才說的有趣玩法之外 還有一些PVP玩法 就是進入這個跟班宿舍 有些孤孤勇者可能已經被人僱用了 我們就要憑實力去搶它回來 讓它變成我們的跟班 不過要留意我們要看的不是目標用者的戰力 譬如現在這個他戰力只有150K左右 不過他有個僱主 即是已經俘虜了他的玩家 可以看到他已經92尼伏其實比很多 所以如果去挑戰他的話 就肯定不夠打 所以如果大家想解放其他孤孤勇者 就記住留意一下你夠不夠他的僱主打 我想我還要努力一點去升下 才可以找到跟班回來 又抽到好東西 這次加成2萬戰力 還有現在有錢可以升級我盞神燈 不過要等9個小時 我想找人幫忙之餘再加速一下 好,升到11級 我抽到傳奇裝備的機率又提升了 除了剛才找班的PVP方法 我們還可以挑戰競技場 有一個跨服排位賽 不過其實因為我剛剛才升到50級 有其他玩家已經升到60級 雖然我暫時是不夠他們打 但我會再努力提升一下戰力 之後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贏幾場 好,今次這隻孤勇者傳說 就先試玩到你了 先看一看 放置遊戲玩得很舒服 還有那些孤勇者真的畫得很可愛 有空進來按一下他都很舒服 對這遊戲有興趣的 可以在這條影片的內容 有條鈴鐺下載 多謝各位收看,謝謝再見 拜拜 比阿正 訂閱 叫讚 擊 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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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